2月24号,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交接仪式 为纪念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日本合格山县白邦野生动物园 近30年的大熊猫国际科研繁育合作 白邦野生动物园特意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赠送了 以大熊猫、永明、美美和他们孩子为原型的纪念碑 最了解,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碑将永久放置在该基地内 它标志着双方将继续努力,共同推动中日大熊猫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发展 继续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做出贡献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书记主任尹志东在现场表示 此次交接的熊猫纪念碑,既是感念永明等旅日大熊猫不凡贡献的纪念碑 也是见证基地携手白邦野生动物园 开启近30年大熊猫国际科研繁育合作真诚的友谊之碑和成就之碑 二十九年前,同样是在成都双流机场 十年两岁的永明远赴日本开展全球首个大熊猫国际科研繁育合作项目 旅日期间,永明着重成长,逐渐成熟,然后开枝散业 在河阁山繁育成活了十二台十六只大熊猫幼崽 建立起目前最大的大熊猫海外种群 为中日大熊猫国际科研繁育合作做出了巨大的项目 成就了大熊猫科研保护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 作为最盟友好使者,永明深受两国人民喜爱 先后被授予中日友好特使 日本动物大奖会最高奖的多个领域 被誉为英雄熊猫父亲 今后,熊猫基地将会竭尽全力为再育归来的永明家族 提供安心、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 日本河阁山县白邦野生动物园总监 晶晶晓二表示 大熊猫永明、鹰邦、陶邦能够顺利回成都 他们白邦动物园的所有员工都感到非常放心 希望以后全世界人民能够通过这纪念碑 多多关注中日大熊猫繁育研究合作和因为物种保护的重要性 今后,白邦动物园将为中日大熊猫繁育研究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以及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了解,此次归国的大熊猫陶邦、鹰邦 预计会在2023年3月底正式对公众亮相 届时,饲养员还会在他们的运动场分别摆放欢迎礼物